美国确诊病例正式突破300万大关 疫情关键时刻 美国总统川普还是坚持 学校抽屉班非开学不可 川普扬言下学期如果没正常开学 会砍掉学校的联邦补助款 争议发言再度引发议论 目前许多学校课程都以远距方式进行 但川普同步拿国际学生开刀 即减少工作签证和停办绿卡后 移民局最新规定 今年秋天开始 如果学校只提供线上课程 国际学生可能会被要求离境 包括哈佛 麻省理工学院 都要针对这项新规向移民局提告 根据统计 全美100多万国际学生中 台湾赴美留学生约2.3万人 人数排名第7多都可能受到影响 而美国35周确诊大增 南方更是重灾区陷入疫情危机 另一方面日本情况也不乐观 8日东京新增75人确诊 其遇现已有48人感染 大部分都是从事酒店公关相关行业 据菲律宾8日新增确诊超过2500人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病例突破5万大关 而近期疫情也很严重的巴西 总统波索纳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确诊 竟然当场把口罩拿掉 现在和他近距离接触的记者 都被要求停职隔离接受检疫 巴西记者协会认为 他这样的举动危害安全 不负责任将会对他提告 端顺贵中心综合报导